师父您好,我是1982年属狗的 请师父帮 82年属狗的啊? 对,师父 我又请问师父,我的改名声纹成功了吗? 叫新的名字叫什么? 黄君明 黄色的黄,平均的君,可是自经自编的君 银是宝盖头,里面是心,还有下面是用,用字的用 改好了 改好了,师父 你找人家去改了这个字 这个,我自己去,我这边最大的庙,自己跟菩萨讲的,师父 你这个名字,你这个名字,后面第三个字不好的 呃,不好哈,师父哈 嗯 你要怎么办,师父 不知道 你这么自说,自话想改就改 你最后这个名字,我告诉你 你会受很多冤枉的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请师父,请师父救救我,怎么办,师父 你现在 我最后一个名字是宝盖头里面有个心,下面有个用字,用手,用什么用 我知道 知道 知道 这个字不好啊 好了 那么怎么办 师父 不知道 自己再去找人改 或者自己在网上想办法改改看 谁叫你用这个名字的啦 你记住我几话 你爸爸 你爸爸有文化不啦 对不起 师父 怎么怎么 如果怎样讲 我说你爸爸有没有文化 对不起 师父 你自己乱来 我跟你说你们以后 我教你们个方法 名字字看上去 非常难看的字 就不要用 好 你看这个字像一个鬼一样子的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师父 你看鼻子歪的 两个耳朵垂下来的 这个嘴巴 心的一个一撇 就像一个大嘴巴 而且整个人掉在上面的 看不出来啊 那个用字是什么 跌在那个方块的盒子上面的 你说他在家 在你们家里是什么概念啊 好 师父 如果他的名字换成 您念的您可以吗 以后改名字要看 字的样子也要看 字 你定做到这个字看 就看这个图 图形出来了 你看中国人的象形文字里面都有 你看田野的田 对不对啊 对 对不对啊 安全的安 一个家宝盖头 下面一个女字 家里有个女人就安全 对不对啊 对 他很多都有象形文字的呀 鸟的这种字 你都少用 所以很多人 比方说用个鸟字边旁 那这个人做出来的事情 都很烂的 小气 是要学的啊 好了好了 好 你自己去改吧 好